好 還有沒有 來來來 這個 這位 這位 林口的林布卡林浩先生 開玩笑 你幾歲 我們 我們誰是 舅航姐 我們5月28到30號3天 晚上6點到10點接到電話名調 請說出唯一支持誰 李渝儀 掌聲鼓勵一下 謝謝 哇 這個可以說今天現場 我們這個雖然下大雨 但是風雨深清清 每一位民眾啊 對於我們呂怡 立委啊可以說 在鄉親的服務上面呢 可以說都沒有打折扣了 而且有人說 立委都在關心國政 關心國法外交 我告訴你錯了 如果立委沒有關心我們戰力強勁 我們選他幹什麼 所以說呂立委 這是值得大家信任的 可以說呢 不僅我們在服在地的鄉親 而且他在國防委員會 或者任何的軍事經濟教育委員會 他都擔任過 可以說是非常了解我們地方鄉親的需要 一位好的立委 好的媽媽 對嗎 對 好 那我們今天不僅是 呂立委來到我們主人 這個主人啊 來到我們現場 我們今天有請到很多的嘉賓 大家有看誰 不是我現在要模仿了 不要看到我就不用模仿了 郭台銘啊 郭台銘啊 還有誰 蘇貞昌喔 還有誰 柯文哲喔 郭台銘的爸爸 好啦我們首先先介紹一個 現在是無業遊民的 蘇貞昌前行政院長 掌聲鼓勵一下 哇 哇 立委 哇 感謝 感謝 哇 欸 這個不錯 因為我已經 現在不是高潔了 我可以跟國民黨一起握手 因為我 在所行政院長的時候 我特別去向咨詢 我最怕尋到李宜霖 為什麼呢 我尋到整個案子 我就不怕 他說 那反共大陸怎麼辦 我告訴你阿公 你阿公也沒有保證反共大陸的成功 對不對 但是剛才李宜霖委員 他如果跟我說 地方上要教育精衛 我們要做育英才 我們要讓國家未來的主人 能夠得到好的教育 好 我說這個我就沒辦法 玉琳委員 會跟我們討這個經緯 我覺得說 為了照顧平鎮農潭 鄉親 不是說平鎮農潭 整個土屋 大土屋的教育 這個經緯 我一定要拔一下 所以說在我任內 不僅只有花六千元 我的教育經費 也被玉琳委員 討得很多 不相信 你讓我們委員來講幾句話 掌聲鼓勵一下 鼓勵一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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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每次幫你執取的時候 沒為到北方 就是為了要幫鄉親爭取 幫鄉親發聲 都是我們地方最重要 最需要的東西 所以第一個 就是我們平鎮 鐵軌經過桃園第三大事 為什麼沒有設站的平鎮 所以要求設平鎮車站 好 這個我答應你 但是我現在不是行政運動長 工作要做 工作要做 我會建議 好 地方建設沒有分藍綠 一定要延續做下去 雖然從高架改成地下 平鎮車站一樣要有個大站 地方才會有進步 大家說對不對 對 好 基於這個 林玉琳議員這樣要求 好 我在這裡直接宣布 高鐵不開往屏東了 直接開來平鎮 好嗎 好 地下 地下 好 現在地下 沒關係 建設要馬上做 不要停停頓 我們已經又在浪費八年的時間了 又浪費八年的時間了 大家說是不是 浪費八年了 在我任內已經浪費四年 讓我當四年 這個敬佩 還是有被李玉琳立委爭取到 造福地方的鄉親 這樣好嗎 好 我雖然退休了 但是我不分黨派 我要支持在地的好立委 這樣好嗎 好 說實在 五月二十八到三十號 我本身 也在國內 我很關心這個 民進黨 國民黨裡面 黨內廝殺 尤其我沒有支持別人 我只支持李玉琳立委 為什麼 你讚 李玉琳你就副總統的好專領 好不好 讚 我副總統的就副總統而已 讚 讚 所以說 我在地方 還是要找尋為地方鄉親 謀福利 最好的立委 李玉琳 好不好 好 五月二十八到三十號三天 晚上六點到十點 繼續給你唱票好不好 好 繼續唱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我們剛剛已經退休的 還有這個行政院長蘇貞昌來到現場 第二位再介紹 不是別人就是剛剛大家有要求的 郭台銘來到現場 掌聲歡迎郭台銘